见博日气氛的模样 两颅眼珠子咕噜噜一转 大少爷 小的有两个方法 可寻得京云和那群美女 快说 第一 小的怀疑京云和那群大美人 躲在二少爷的楼阁中 啊 有道理 接着说 是大少爷 第二 大少爷宁可找官勇少神将 让他以紧急集训的方式 召集他的部众 如此一来 京云必然献身 然后再对付那小子 哈哈哈哈 好主意 哎不错不错 就这么定了 就按照第二种方式 先让京云献身后 再对付他 但除掉京云 他身边的美女们 本大少爷在慢慢享用 博日说吧 便直接离开楼阁 直奔官勇少神将的 军中大殿 神勇殿 刚一迈入神勇殿 博日便高鹤出声 官勇在吗 在在在在 末将官勇 见过大少爷 有何事 您指挥一下末将便是 大少爷 您还亲自来了 见过大少爷 随着空静的声音传来 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 与九星神兵观战 从二层大殿 急匆匆走了过来 嗯 你们不必多礼 我想要除掉京云 官勇 你立即下令 就说为了应对 半个月后的 冰神之战 而要集训 如此一来 这躲起来的京云 自然会现身 闻听此言 官勇陷入沉默 官战则双手抱拳 大少爷 原来您与这京云 也有仇啊 啊 他杀了我的好兄弟 除孔 这小子仗着二少爷 真是无法无天了 大少爷 实不相瞒 我二弟和那京云 也有过节 卑职也想 以集训的方式 揪出京云 然后想办法 除掉他 可是 可是大少爷 就在一个时辰前 二少爷来过 卑职这里 他说 京云是他的人 不让卑职插手 他说不让你插手 你便不插手了 我只问你一句 按照我的画作 有没有问题 若没有问题 从今以后 你便是我的人 我会庇护你 若有问题 那我告辞便是 大少爷做事心狠手辣 我是万万不能得罪 一念几次 观勇当即攻身 大少爷息怒 卑职这就传令下去 让十万神兵集训 三个时辰后 一时漫天星斗 观勇下达集训的命令 已经传遍他所管辖的军营 无论是谁 自日沉石 务必抵达诸神试炼场集训 此刻楼阁中 薄序面色阴沉 双拳紧握 看着身前的一名九星神兵 此话当真 二少爷 千真万确 小人亲眼见到大少爷 进入神用殿 没过多久 官用少神将便下令 明日沉石集训 好 非常好 官勇啊官勇 我还特意叮嘱你 不要妄想对金云下手 可是你还是站在我大哥那边 薄絮用脚趾头都能想到 一定是大哥想杀谭云 却便寻不得 这才让官勇下令集训 其目的自然是将谭云给找出来 二少爷 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 我和金云就不参加 我看他官勇 能拿我如何 二少爷 万万不可 不管怎么说 官勇是少神将 他这可是军令 若您不去 岂不是有把柄 交到大少爷手中了 伯兄不必烦恼 集训便集训 没什么好怕的 我不触犯军规 官勇他便没有理由对我下手 薄絮尚未开口 谭云的声音已经传入他的耳中 此刻灵霄神塔四十八层内 盘膝而坐的谭云已睁开了双眼 眼神中流露出浓浓的寒意 进而 他望着正在吞噬火种的鸿蒙火焰和鸿蒙冰焰 紫心 冰儿 你们继续在这吞噬火种 外界时间半个月后 我要参战 这段时间 你们务必将火种全部吞噬完成 提升境界 届时 我需要你们对付敌人 主人 以您的实力 可以将九星神兵杀的落花流水 为何还要我和冰儿 自信 主人不能施展他的功法 否则会被人看出 而我们以火焰形态出现 则不会被人看出来 毕竟懂得控火的神 着实太多了 冰儿说得对 若我手段尽出 自然不具任何神兵 可在不施展鸿蒙霸体 图神剑阵之类的神通情况下 我也没有把握 一定是三百亿神兵中的王者 毕竟这军营里 最不缺的就是天才 所以我需要你们助我杀敌 好了 全力以赴吞噬火种 增强实力 叮嘱冰儿和子欣之后 谭云便出现在房间内 将灵霄神塔收入耳中 便推门走进了博序的房间 夫君 集训中 官永必定会对你不利 你要小心 放心吧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安抚好沈宿兵之后 谭云便朝博序保全 就这么决定了 明日我们参加集训 你不能为了我 把把柄落在博日手中 这样对你将来争夺少主之位不利 金贤帝 我倒是无所谓 我担心的是你 博兄 你无需担心 我可不是什么好招惹的人 他们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便是 面对博序忧心忡忡的模样 谭云星谋之中 把气侧漏 一日蓄日东升 尘世将至 诸神试炼场上 十万神兵身穿战甲 依照星级分成九大队形 驻足而立 代谢室